疫情当前,上海浦东花市助力企业复工 3月19日,中西社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官方了解到 截至当日,浦东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9.5% 专精特薪中小企业已全部复工 与此同时,浦东新区所有的产业投资项目均已复工 2020年1-2月,浦东新区实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65.1亿亿元 同比增长28.1% 总投资额达1.5亿美元 2019年9月动工建设的ABB机器人上海新工厂进展令人关注 该工厂位于上海浦东康桥,占地6.7万平方米 将采用包括机器学习、数字化和协作解决方案在内的先进制造工艺 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全球机器人行业最先进、最具柔性、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 一个使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前沿中心 这是ABB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机器人超级工厂 也是上海制造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 据ABB方面表示 该公司于2月10日正式复工 工厂也于当天正式开工生产 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复工 工厂产能也已经基本恢复 新工厂2020年投入运营的计划不变 我们的超级工厂在3月11号的时候已经复工了 现在的复工也都在全面有序的进行 我们预计还是在明年的时候将完成这个新工厂的建设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疫情下ABB公司多名高层表示 其在华发展不会放缓 国内的原发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 不是仅仅因为一个疫情 这是个长期的问题 所以在中国加强我们的原发和我们的投入 这是一个长期的投入 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改变 因为中国的经济向好 已经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这个都没改变 感谢观看